今年以来我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11次沙尘天机过程 其中有3次达到了沙尘暴以上的强度 那么从整个对比来看 沙尘过程的次数较2000年以来的同期是偏多2.8次 为近10年以来同期最多 其中3月以来我国集中出现了9次沙尘天机过程 较常年同期偏多2.2次 较近10年同期偏多3.8次 也是近10年以来同期最多的 那么从偏多的原因来看 首先还是今年以来 特别是3月份北方沙原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4.6摄氏度降水偏少地表解冻 另外蒙古国和五国内蒙古等地的下垫面 只被反清晚积雪覆盖少 均有利于起沙 其次蒙古气旋的活动 今年还是比较频繁的 造成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多大风天气 也利于沙尘向五国下游地区的一个输送 那么从后面来看 五月份可能还会受到沙尘的一些影响 那么目前看五月份的这种预报预测来看 五一假期期间 沙尘天气总体还是比较弱的 但是西北地区 西北的部分地区仍然会受到沙尘的影响 那么五月份的整体来看 预计还会有两到三次的沙尘天气过程 更容易地计判